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新疆美女迪丽热巴被评为全球最美女演员 近日 外国网站发布2023全球最美女演员 迪丽热巴获得第一 迪丽热巴本身底子就好 五官端正 再加上装造再现 显得格外年轻漂亮 身材个头都有优势 从心底发出的自信 让她整个人会越来越好看了 整个名单中 紧随其后的还有 埃玛沃特森 克里斯汀斯图尔特 宋慧乔 亚历山德拉达达里奥 汉德埃切尔 土耳其 乌拉萨亚斯帕邦德 泰国 迪皮卡帕杜科尼 印度 凯瑟琳兰福德和盖尔加朵 资料显示 迪丽热巴 Diorba 1992年6月3日出生于新疆乌鲁木齐市 中国内地影视女演员 30岁的迪丽热巴 呈现出清新脱俗之美 有一股子温暖的力量 散发出成熟女性魅力 即使没有浓妆艳抹 也没有豪华服装 依然美得动人心魄 让人无法拒绝 纯天然美女无惧对脸拍 奶乎乎似是出水芙蓉一样漂亮 难怪会那么招人稀罕呀 2013年 迪丽热巴因主演个人首部电视剧 《阿纳尔罕》而出道 2014年 主演奇幻剧《逆光之恋》 2015年 凭借爱情剧《克拉恋人》赢得高人气 并获得国剧盛典最受欢迎新人女演员奖 2016年 主演现代剧《麻辣变形记》 同年 主演都市爱情励志喜剧漂亮的李慧珍 还凭借喜剧片《傲娇与偏见》 获得中英电影节最佳新人奖 2017年 凭借玄幻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获得白玉兰奖最佳女配角提名 2018年 迪丽热巴成为了金英电视艺术节的 第七位金英女神 并获得了第29届中国电视金英奖 观众喜爱的女演员 第12届中国金英电视艺术节 最具人气女演员两项殊荣 2020年 主演的玄幻剧《三生三世枕》上书播出 2021年3月 主演古装传奇剧《长歌行》 2022年 主演的古装玄幻剧与君初相识 恰似顾人归相继播出 迪丽热巴近年来不仅收获大量国内粉丝 更是通过多部影视剧在海外播出 斩获国外超人气 让海外一大批追随者疯狂 不过 话又说回来 她的长相确实是男女老少 古今中外都很吃呀 有着西方之韵和东方之神 两者兼具怪不得全球喜欢 多次获得最美称号很正常啊 不得不承认迪丽热巴 能够获此殊荣一点也不意外 她的美貌经常给人一种视觉冲击 虽然 没有上升到为国争光的程度 但怎么也算得上一种肯定吧 让国外看到了中国女生的美貌 有些人在酸什么呀 小编表示不理解 不管是谁 只要走出国门 带动文化输出的中国艺人 都值得被夸赞 除此之外 迪丽热巴还是鱼鱼干心目中最佳女神 那么有想了解她未来新动态 关注本频道不迷路哦 也别忘了期待一下她新作品哦 在下方留言评论一下吧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